110年地价税已经开征了 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 要在期限内缴款 以免被加征至纳金 同时也建议大家可以多使用 线上查缴税或行动支付缴税APP 还可以参加千元的礼券抽奖 110年地价税11月开征 地方税务局表示 税单都已经寄出 请纳税义务人如期缴款 以免被加征至纳金 缴税的方式十分的方便多元 税务局建议民众 使用线上查缴税 或者是行动支付缴税APP 可以参加千元礼券的抽奖 110年地价税开征期间 从11月1号到11月30号 请金速缴纳以免缴纳支纳金 为了方便乡亲缴纳 我们有设过源缴纳方式 可以到金融机构除了邮局以外 或者是到便利超商3万元以下 也可以用行动支付信用卡的方式 进行缴纳 如果有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线上查缴税的话 可以参加本局 实名1000元礼券的抽奖 如果采用自动扣款 约定转账 请在12月1号前预留款项 我们将代为扣款 地价税缴纳期限 直到11月30号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有任何地价税疑问 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介续会换室报道